大家好,我是光泽吉典 这期和大家讲一讲 系统板上面的元件 芯片的这个视频反查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元件 在这个系统板上面 我放大给大家看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两个元件 在系统板上面的序号是 Q120和Q121 而在这个元件上面的视频有两个 一个223M 一个F915 我们用常古的方法 是无法查的这个芯片 它的具体数据的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两个视频代码 都不是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 因为现在的元件 它越多越小 所以这么小的这个元件 在它的表面 我已经无法 适应它的具体型号了 所以在很多贴片元件上面 它适应的就是 这个元件的一个书写 一个书写代码 而这个书写代码 我们只能通过 适应的反查的方式 才能把它的具体型号 给查出来 具体怎么查呢 上面它有两个视频代码 上面有一个 下面有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呢 可能对芯片 这个视频代码不熟悉 你可以两个都查一下子 但是呢 只有其中一个视频代码 可以把它的参数查出来 另外一个视频代码 应该是它的一些 生产批号 等等一些参数在里面 不是它的具体型号参数 点击打开视频代码 然后在它的这个界面 点击这个视频反查 在视频反查里面 在这一页里面 它也有一些说明 将你怎么去进行 视频反查 这些芯片 具体的一些 操作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我们这是它的这个 搜索框里面 输入我们刚才的这个 实际代码 J3M 点击搜索 大家看到没有 它出来了 它有好多品牌 有依法半导体的 然后呢 有恩资普的 然后有安生美的 我们点击打开 这个依法半导体 好吧 大家看到没有 它的具体形状是 J01 打开 这是一个横规 这个新查查 它有一个 特别好用的功能 就是免费翻译 这个功能 对于英语水平 比较差的朋友来说 简直太好了 对于像我 这上面的英文字母 它认识我 但是我不认识它 所以我点击 描述翻译 上面的 我不认识的英文字母 全部变成了 我认识的汉字 这个功能太好了吧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这个芯片 这个元件 就是一个双线可恒规 对不对 它有三种 不同的封锁形式 然后它的特征 它的应用 然后它的描述 都有 好 我再来查以后 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看到这个 EU6 这个芯片没有 它上面的试音代码是 1 然后一个冒号 2 对不对 这个12也是它的 形象的一个书写 所以我们通过 试音反查的方式 来查它的具体型号 和参数 这个点就不用输入了 1 2 搜索 大家看到没有 它就出来了 我们打开它的这个 数据手册 出来了吧 刚才看到的 是不是这种 风筝形式 1 2 免费翻译 是不是特别方便 一般说明 它的特征 它的应用 它的跨速参考数据 非常好 就出来了 当然 任何一个软件 它都不是万能的 比如像新查查 它也有一些芯片 它可能没有输入 当这个芯片 它里面没有输入 你查不到的时候 你可以和人格客服联系 他们可以给你找到答案 这也是非常好的 非常引人性化的一个功能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